这只鹿妈妈很快就要死了 可怜的她在穿越防护网的时候 她的螺丝乖乖不慎被铁网卡住了 可怜的她嘴巴里散发着痛苦的哀号声 不论她如何挣扎 都无法从铁网中挣脱出来 反而越缠越紧 恐怕用不了多久 她的螺丝乖乖就会被铁丝活生生地给缠断 然而有灵性的小鹿 看到她的母亲如此的痛苦 有灵性的她补骨生命危险 来到道路的中央 跑到小鹿的面前跪倒在地 希望眼前的人类看懂她这怪异的行为 值得庆幸的是 好心的小鹿知道 生灵难路必有缘故 紧接着小鹿带着小鹿来到了鹿妈妈的身旁 看到这悲惨的一幕 好心的小鹿立马拿出了工具 对她展开了救援 看到好心人的鹿妈妈并没有乱动 在那里默默地配合着好心人 她知道 眼前的好心人是她的孩子 找过来帮自己脱困的 但是由于铁丝太过于坚硬 不论小鹿如何摆弄 都无法将她扯断 虽然救援的过程非常艰难 但是小鹿却并没有放弃 看到这里的我们 唯一能够为她做的 就是点亮我们的小红心 留下一句母子平安 那么今年你也一定会三阳 开态 七星高爪 在救援的过程中 鹿妈妈两眼直勾勾地看着好心的小鹿 仿佛是在牢记她的容貌 好报答她的大恩大德 然而鹿妈妈眼神中的一切 都被小鹿看在了眼中 内心深受感动 于是手中救援的速度 不由地加快了许多 虽然此刻的鹿妈妈身体非常痛苦 但是她的内心却异常地激动和感谢 黄天不负有心人 很快 在小鹿的不懈努力下 鹿妈妈终于得到了解救 快速地朝着远处跑了 但令人感到神奇的是 当小鹿再次来到道路中央 刚刚救援的鹿妈妈竟然也跟了过来 紧接着小鹿再次跑了过来 直接跪倒在了地上 感谢小鹿救援自己的母亲 感谢小鹿